大家好 每年四五月的时候 我们学校都是亲子教育月的活动 那今年在这个5月28号的音乐会当中 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说明孩子们 在音乐学习、音乐素养和享受音乐之间的关系 那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讲任薛丽老师 期待在今天的讨论当中 我们不仅仅是谈论、弹琴、恋琴 而是在探索音乐的世界 这种走进音乐厅的想法 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来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 以及好的聆听习惯 透过了解作曲家、曲目和曲风 来给孩子接触好音乐的机会 首先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与艺术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首先我们要先理清 会弹琴和喜欢音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实际上呢 会弹琴和喜欢音乐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想法 仅仅是掌握了乐器的弹奏技巧 并不意味着对音乐有着真正的热爱以及理解 那喜欢音乐呢 本身又是一种内心的情感体验 需要我们与音乐去产生共鸣 然后去能够感受音乐所传达出来的情感与美妙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会弹琴指的是 他具有了一定的精益啊 或者是演奏能力 能够按照着乐谱演奏出音乐 并不一定喜欢音乐 那今天我们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期待能够缩减这之间的差距 那我们为什么要走进音乐厅呢 主要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有几个日常 我们会需要去解决的一些 或者是看到的一些难点 比如说爱子不爱练琴啊 那他可能会觉得说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 因为要规律的去练琴啊 然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会感觉到有一点枯燥乏味缺少兴趣 那更有甚者呢会觉得说 他的琴声总是让人家感觉不够悦耳 然后而产生有一种负面的感觉 那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谈 那听的人呢就更不愿意听了 所以其实会弹琴跟喜欢音乐是两个概念 那喜欢音乐才能会弹琴 而且喜欢音乐的话是我们能够去让孩子接近好的音乐的机会 所以呢我们就要通过培养音乐素养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要如何培养音乐素养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吧 去听音乐会 go 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简单的作为观众听众 我们能够如何的更好的享受演出 并为演出者营造一个专注且尊重的环境 就有以下几点啦 那第一点的话 记得到音乐厅欣赏音乐会的时候 鞋子一定不可以穿拖鞋哦 因为那个是非常不礼貌的 那在开演前三十分钟要到会场的附近准备进场 所以例如说我们的音乐会是三点开演 那建议大家两点半左右 或者是甚至如果我们需要领票的话 两点左右就要到会场附近准备进场哦 那接下来如果说你抵他音乐厅之后 也可以注意是否有贩卖节目单 有些音乐会节目单是赠送的 所以抵达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询问一下 那第四点在进音乐厅之后 不可以大声的喧哗 嬉闹 尤其是不可以奔跑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音乐厅的附近啊 会有一些人家展示的艺术作品画作等等 那如果说你在奔跑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碰掉了呃 艺术品的时候 可能不仅仅是要面临到赔偿的一些呃 就是一些程序之外 也会大大的影响 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周遭的人 他们聆听音乐会的一个好心情 那第五点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进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项目 就是可以在家里先了解一下要欣赏的音乐会 去看看他的曲目历史和其以及相关的故事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要听的Greyfn三重座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音乐形式呢 在音乐会的当中 其实室内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乐形式 它凝聚了三种乐器的声音 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 这就是著名的弦乐三重奏 那大家呢可能也听过比如说像贝多芬的大三重奏等等啊 都是非常著名的例子 在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混合声音当中 既有中音低音的温柔柔和以外 又有高音的明亮清晰使人耳目一行 而且呢在弦乐三重奏当中也能够演绎出各种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听的古典浪漫 以及我们可能在其他的场合当中会常听到的现代以及流行等等 那这样子的音乐形式呢 在比如说演唱会当中啊或者是婚礼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在音乐爱好者当中的话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行乐三重奏的演奏需要怎么样的技巧呢 当然首先三位演奏者当中都是需要有密切的合作 以及他们彼此协调好节奏啊音色啊力度等等的细节 那其次呢还有弦乐乐器本身也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以及表现能力 比如说像小提琴按大提琴的柔弦占音等等技法 以及还有钢琴的和弦的演奏以及巧妙复杂的指法等等去互相的配合 那对于一个听众而言欣赏弦乐三重奏的演出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演奏者的肢体动作啊眼神交流等等来感受他们之间的默契 我们也可以聆听他音乐当中的一些细节和音乐的情感表达旋律的变化等等 所以呢在弦乐三重奏当中是一个非常优美高雅的艺术形式 在我们学习和欣赏这样子的音乐过程中我们能够体会音乐的美好和情感 也能够更好的理解以及欣赏这样子的音乐形式和艺术美感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第一位作曲家贝多芬 应该每个孩子多多少少都听过他的大名 因为尽管这位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他是在晚年的时候逐渐失聪 但是他仍然广泛的被历史上的各个音乐史家当中来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作曲家之一 那他最著名的作品包含低小调第九交响曲 尤其是其中的《环乐颂》常常的出现在不管是广告配乐呀 然后或者是一些电视电影的配乐都经常会使用到 那其次的话还有他的《月光奏鸣曲》以及七集会弹奏到的《给爱丽丝》 第二位作曲家呢我们就会稍微感到比较陌生 所以我们来谈谈Frank Bridge 那这位作曲家呢他的作品主要是室内乐和歌曲 那当然他也创作管弦乐作品但并没有创作交响乐曲 所以他只有一部他自己称之为写奏曲的作品 为大提琴和弦乐乐队而做的晚歌写奏曲 那其实Bridge本身呢是一个蛮被低估的作曲家 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英国也是显为人知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话会花多一点的时间来介绍他 他本身呢最常被人家认知到的是他是Benjamin Britton 就是布列顿的老师 那布列顿呢也在他早期作品当中呢承认他老师的影响力 他在世的期间Bridge本身身兼中提琴演奏家和指挥家 那17岁的时候他进入了还家音乐学院向Stanford学习作曲 那之后更进入了英国弦乐四重奏担任中提琴 他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完成在1923年这段期间 由美国艺术家赞助者的资助多次的前往美国进行指挥 以及发表个人的作品所创作的 那他的作品曲风呢受到法国印象乐派德布希利和拉威尔的影响 将英国传统的田园风格融合法国的印象乐派曲风 营造出一种音乐朦胧与忧郁的个人气息 那最后的话我们要讲到布拉姆斯 那布拉姆斯的话也是孩子们可能会蛮常听到有一位作曲家 他是一位德国浪漫时期的作曲家以及钢琴家 那他呢更加的多使用古典乐派的一些传统 而将浪漫乐派跟古典乐派之间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那他的作品当中揭示了民间音乐对他的强烈影响 所以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匈牙异舞曲 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在钢琴的初级常会弹到的摇篮曲 那不管是说在初级或者是到中级的改篇作曲 其实这两个作品都经常的会被弹奏到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是不算陌生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要听的音乐会 那今年呢是Griffin Trio成立了30周年 他们在这段期间内非常稳过的确立的自己成为 世界上最杰出的钢琴三重奏之一 以其高度精致充满活力和令人难忘的表演 三度获得了Juno Junior Rewards 和国际观众的赞誉影像 那今年呢30周年的特别音乐会 我们也还会期待有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也就是中提琴家Ryan Davis 一同的加入他们来带领观众 欣赏经典的室内乐杰作 那讲到中提琴的话就不可不提到 就是她是一个作为悬业家族的一员 有着广阔的音乐和丰富的表现力 她的音色非常的柔和而温暖 可以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情绪 在交响乐团与室内乐当中 常常担任着重要的和声角色 在音乐教育当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学习中提琴的演奏家呢 通常能够培养对于音乐的感知与表达能力 并且提升他们的协调力和对于音乐的理解力 在弦乐当中的话 她是位于大提琴跟小提琴之间 因此她拥有特殊的音域和音乐的表现力 有时候她的音色呢 会被人们描述为人声之王 因为她的声音呢 既能够如乌烟一般的低沉 也能够像非常高亢的乐声一样 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和情绪 这场音乐会呢 将以贝多芬幽灵三重奏开始 那该作品呢 以其神秘而强大的音乐元素而闻名 低大调的钢琴三重奏幽灵 整个乐曲当中的内涵非常的丰富 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 贝多芬呢 在这首歌曲里面运用了对比的风格 以及贯穿全曲的动机 这样子的主题 以及非常传统转调的方式 加以多样化的节奏变化形态 和紧密的乐器互动 将整个作品建构成一个 具有强烈风格的色彩乐曲 那幽灵三重奏不仅在钢琴三重奏 发展的上有重要的地位 更是贝多芬持续追求创作的 一个创新的成果 为浪漫乐派的钢琴三重奏 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那上半场的第二首作品呢 是由Griffin的钢琴家 Jamie Parker跟Ryan Davis 演奏Frank Bridge的 给中提琴及钢琴的两首小品 那此作品呢 以其美丽的旋律 情感深度和两个契乐之间 亲密的互动而闻名 那这一首创作的小品呢 是受到著名的中提琴演奏家 Turtis的《韦托》 那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Pensiero 陈诗的 跟Arregro Appassionado 热情的快版 那这个作品的话 也是程序着 就是Britch的一个风格 受到印象主义的影响 保留着后期浪漫主义的音乐元素 透过微妙的和声变化 带出无限的神秘感 那Britch也用词曲推广 英国的中提琴音乐 并将中提琴提升至 读奏乐器的地位 下半场的曲目则是由 Griffin三重奏 与Davis联合演奏 布拉姆斯的杰作 G小调钢琴四重奏 作品25 那这个作品呢 充满了技巧性的刺激 艺术的深度 和迷人的音乐主题穿插在一起中 十年三十岁的布拉姆斯 出版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他近中期的创作 带有典型那个时候的 那个年轻意气风发的感受 加以独特的德国乐派厚重 深至澎湃满意的情感 恍如呼之欲出的交响乐 充满了狂知的浪漫精神 让音乐激浪出眷勇的火花 其中钢琴的部分呢 因为布拉姆斯本人喜欢参与演出 所以他使用的技巧非常的复杂 难度又高 但是在这样子一个音域管阔 又统筹出叱咤的声响效果当中 钢琴的绚丽多彩之下 还能够顾及与弦乐器之间的平衡 柔性的圆滑弦乐与钢琴两者之间 相辅相容的激荡 呈现出无比的热情和璀璨的乐声 最后呢让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舞台礼仪 因为接下来呢是我们学校一年一度的展演季啦 无论是我们平常呢参与戏剧的演出 或者是其他的艺术表演 或者是这一次我们要听的这场音乐会 舞台礼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就是这一次身为一个观众 你当就是推击吉人的来透过欣赏音乐会 去反思自己应该要怎么样的来表演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音乐会开演之前 需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确认一下自己的座位啊 然后小心不要弄错 手机或者是任何会发出声音的东西都要赶快关机 因为音乐会最怕就是台上啊正在演奏美妙的乐曲 让你的台下的手机也刚好想起不恰当的声音 就会变成是音乐厅的小恶魔 所以进场前一定要检查自己的手机有没有关机 那在开演前的话强烈的建议大家要先去上个厕所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等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才能去咯 千万不能在音乐会进行的过程当中 从中途再跑去上厕所然后再进来会非常的干扰 那在乖乖的坐在位置上面等待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学雅老师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接下来要聆听的 这场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单更了解这场音乐会 并且等待音乐会的开演 那在音乐会开始之后的话通常观众席的灯光会变暗闪烁 然后再过几次听醒大家音乐会要开始咯 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 请大家尽量保持安静 即使是不小心睡着了 因为听音乐会的感觉很舒服嘛 那睡着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打喝歉啊 或者是含声千万不能太大声要小小声的哦 那尽量不能够影响其他孩子啊 家长啊还有其他观众的聆听权益 如果说有好几个乐章的曲子 乐章跟乐章中间是不可以拍手的音乐曲子是还没有结束 那个奇妙的构思的话会一直延续下去 所以呢 你怎么知道说演出的曲目会有几个乐章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开眼前的节目单啊 它上面如果说有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的话 你就要在第三乐章结束的时候再拍手 那在演出的当中的话 不要一直嘀嘀咕咕的跟爸爸妈妈聊天啊 或者是跟旁边的朋友聊天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干扰到别人聆听的一个权益 以及整个聆听的氛围 那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拍照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音乐会的话都会禁止使用手机相机 第一个突然拿到拿起手机或相机拍照的话 闪光灯不仅仅会吓到演出的人员 那另外一个是在一片漆黑的音乐厅当中的话 一直有一个手机这样子闪烁闪烁的一直开关开关的 看荧幕然后关掉荧幕其实也是非常的干扰的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会被请出音乐厅哦 那音乐会结束了之后的话 演出者会退到舞台的两侧 那这个时候的话掌声还是会请大家持续的进行 那一般来说的话会让演出者出场再度的谢幕 那这样子的一个谢幕的做就是一个做法的话 大概都会进行三次左右 所以要持续的用力拍手来表达 我们对于演出者的一个感激之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欢迎的一个想念 那如果说演奏非常的精彩的话 在演出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喊Bravo代表太棒了 或者是Encore就是再来一次 那有的时候呢 是当时现场的整个氛围 然后还有演出者的一个准备 他们通常的话是会在表演就是Encore的曲目 然后让大家能够听得尽兴 所以呢 在温哥华地区其实有很多欣赏音乐会的场所跟场合 听完了薛丽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欣赏音乐会礼仪 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之后到音乐厅都可以当个最有水准的观众哦 总之呢 在学习音乐有非常多的细节 而这次我们通过走进音乐厅的想法 揭开了一部分的面纱 了解了音乐会的基本尝试 除了我今天的解说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欣赏音乐会之外 尊重演出者和其他的观众遵循一些基本的礼仪规范也是非常的重要哦 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加强各方面的音乐知识 因为学无止境嘛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讲任轩礼 感谢大家的聆听 咱们来完整je 发了更多善方的计划 我们看看一定能够 QU dimin увидеть